繼續來看 現在要過年了 很久有開始在坐了 台中的東京市場最近就出現 一個四十幾歲的雜貨菜 他都看到這個買菜面中 還有店頭的債務在頭腿 一天下來說到有十萬塊 這個菜頭 給警察力四十幾便 也還不知道會改 竟然是台市面中 到人家比較多的地方 自己的費包一定要顧好 就是這個陳六八三的雜貨 今天沒問題在世紀的 那位其實是在找下手的目標 發現一名機車面中看到貨包 點點就把他淘汰去 查貨的時候他的錢包裡面 總共有現金一萬兩千多塊 然後分成三個不同的位置 放在錢包裡 當然能放在身上衣物上的口袋 是最安全的 那如果要放錢包 錢包也絕對不要離身 Q人淘汰夫人 很快就發現一名的陷害 並且之後大家注意 一開始陷害又怕是沒有事情 尤其是被害人 維冠的民眾甚至是掛來 已經放來消滅 這名的四十多歲的陷害 今天在台中市當行市場 這個府竟然淘汰東西 專門淘汰買財民眾 其實是無用店家的現金 而且是財物 是政府已經淘汰人物 已經讓人來四十多次 卻以後不知道怎麼會改 到我們把他隨案移送以後 後來交保以後 他出來以後 有多次的利用公共電話 就打電話到我們一臉 然後就是要求說 我們當時跟他查扣的那些賬款 要求說要我們警察還給他 抓到衣桑地檢死後 到了保釋均 往後又出來煩人 像這名府人在菜市場裡面 捨一連 今天可以逃脫一萬五塊 不是問題 警方抓到氣軟 但是如果訪人才的陷害 來做派來自影響 就是民眾的生活保障 和台中市的地方觀感 已經到處了